請導演聊一下在台北拍攝的場景 還有英偉會可以有協助拍攝一些地方 台北的場景最主要就是那個悉尼市場 電子商城 如果英偉會沒幫忙 市政府沒幫忙 我們絕對不可能進來 這麼大一個地方 一千多坪的 當然他是說其實很久沒有人去整理它了 我們花一點時間去整理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這個吧 目前為止沒看到 那是我們主要場景 最重要的場景之一 那在台北其他地方還有 台北其他地方街道啊 街道啊 但是都不足為奇吧 都還好吧 我覺得每部片子都有那個 因為我們只有出一個外景的經文吧 其他全部都在旺華 那個叫什麼 呃 鳥街 我們在鳥街那邊嘛 中華路鳥街 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附近那個 這個這個 那個 鳥街附近的住宅 的里長啊 那邊都很幫忙 對 因為我沒有拍兄弟片 對 他們會比較 我覺得 呃 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西陸市場 這個地方是 是對很多人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尤其我自己有電子客人 二三十年前我在常區阿 那有一天我居然在那邊可以搭個景 做快燒店 然後讓我們很充分的利用這個 你知道在台北市很難找到遠窗 圓的窗戶 所以那時候看到他 我一直很希望能接來 所以還好有人幫我 那接下來再請導演 談一下就下一部作品 大概是怎麼樣的題材 那什麼時候 會在哪裡開拍 下一部題材啊 下一部題材是講 名字叫暑假作業 那 呃 是講三個男孩子的故事 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刑警 加上一個八十幾歲的狼 爺爺 這三個人的故事 基本上他是一個喜劇片 喜劇片 拍了地點還沒有決定 不過會以 我覺得 呃 郊區吧 郊區 郊區 因為我有很多動物 狂狼啊 麻雀啊 所以 台北市可能 都市可能比較少 嘖 還是會有啦 學校啊 野外為主 就是 比較 比較郊區的地方 我們現在還沒有 基本還沒寫啊 在故事中 好 那最後就是請導演講一下 有沒有什麼對年輕創作者的一些建議 哦 對 還有 或是說 要從影的話 從哪裡開始學習 就是 以你的觀點 哦 我覺得現在是 其實 大概每個階段都是這樣 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去 在學業上拿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然後 有很好的設備 然後去拍一個 這個 畢業製作 或者是任何的作品 是很棒的 然後再來 轉過來 到 這個 35厘米的 電影 實際的商業電影 另外一種就是 走 什麼食物派呢 就是你必須 知道在台灣電影 跟工作人員如何相處 就是說 從文字轉成 影像這個東西 中間的 的誤差 那 就這兩種 那當然還有一種是誤打誤撞 突然他就拍片了 我覺得這兩種 不外乎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文字有文字的力量 影像有影像的力量 對我而言 我自己一直定義就是 電影劇本 世上不是拿來拍的 它是拿來比賽的 就是你要閱讀上 你一定要讓人感覺到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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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故事的 從閱讀上 但是 問題是從 文字變成影像式 的時候 就是 你有一個很好劇本 但是你執行率是很差的時候 你就不斷的扣分 那觀眾是結果論嘛 就看影像 看電影是看影像 不是看你解釋 也不是看座談會 說 你原來是要怎麼拍 怎麼樣 那個都沒意義的 所以 變成 我會期待說 有另外一種 就是 當你的劇本 是60分 如果你的執行率非常好 所有工作人員 是幫你加分的時候 你就慢慢慢慢慢慢 拍完的時候 就變成80分 那 這兩種都有優缺點 看自己適合哪一種 當然 因為觀眾他是發 200到300塊錢 進去看 他不要知道你所有的 你的背景 因為拍電影都是辛苦的 那跟開建設一樣 他也辛苦 所以 如果能把自己的興趣 變成一種行業 他是100%賺不到錢 而且很辛苦 但最終是很快樂 就這樣子 OK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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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補一兩張照片 謝謝 謝謝 今天 謝謝 Lay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